来看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提问说 近期美媒在报道乌克兰危机时 出现疑似种族主义言论 如这些不是来自叙利亚的难民 他们是基督徒 他们是白人 对此发言人赵立坚表示 有选择展现所谓的同情 这是典型的种族歧视和双重标准 人类只有肤色 语言之别 这些绝无高低优劣之分 任何人的生命都应获得同等的关注和尊重 以自我设定的标准 将不同种族分出文明等级 有选择的展现所谓同情 这是典型的种族歧视和双重标准 赵立坚指出 有关言论已经引起相关国家 和地区人民的强烈不满 社会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也表示 世界未能同等关注黑人和白人生命 相较乌克兰危机 埃塞俄比亚 也蒙阿富汗和叙利亚等地 持续的危机 受到全球的关注很少 最后赵立坚在发布会上指出 当我们对阿富汗叙利亚 伊拉克等国遭受的人道主义危机 进行追根溯源 我们就会发现 酿成这些悲剧的罪魁祸首 与乌克兰危机背后的始作俑者 高度同源 那些自我标榜为民主灯塔的国家 应该摒弃霸权傲慢 停止破坏他国与世界的和平稳定 总谈要是记者 北京报道